弟子如果参加念佛法会和三世西念的法会 以口头形式 在佛殿前 齐勤自己为累计冤亲眷属 先祖随自己进入道场 没有立牌位 是听经文法 受勤的这些祖先 冤亲眷属是否能进入道场 同受法医 完全看你自己的真诚心 你自己有真诚心 他心 他可以来参加 心地不诚恳 就没办法 那个护法神不让他进来 所以一定是真诚心 至诚感通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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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